张智希9月24日 女演员陈玉琳发朋友圈 趁自己和吴秀波是令人关系 有七年感情 且据她描述 在七年里 另有两位女性和吴秀波 也存在过情侣关系 其中一位是和吴秀波合作过 过去是联盟的女演员张智希 亦由于张智希的骚扰 陈日黎表示自己已患上抑郁症 张智希微博24日下午 女演员张智希发布回应 趁大中秋节的谨慎吃瓜 祝当世人幸福别称我 谢谢听者自清 之后她又在回复里补充 终于知道去年大规模水军 黑我的原因是什么了 狗急跳墙也别扯我 那位老师三把两次骚扰 我还没报案呢 本次回复 今天是你的生育 不要让这些小人 乱了自己 心情更明显 是有续谋的 偏偏挑战你生育的时候 她也回复 人在做 天在看 人设崩开也不稀奇 上午 女演员陈玉琳发布朋友圈 透露自己和已婚男演员 吴秀波有一段七年感情 据她描述 两人相恋后 吴秀波以剧组环境复杂为理由 不愿陈玉琳再拍戏 而七年以来 陈玉琳放弃工作一心 陈玉琳飞复个地上呼他 她一回忆 在吴秀波拍摄军事联盟期间 她在横店风景嘉丽1208 防陪吴秀波整整呆了333天 每天为吴主舟包汤洗衣服 女演员陈玉琳发朋友圈 趁自己和吴秀波训练人关系 且据她描述 在七年里 另有两位女性和吴秀波 也存在固情与关系 其中一位是和吴秀波合作过 军事联盟的女演员张芷熙 亦由于张芷熙的骚扰 陈玉琳表示自己已患上抑郁症 就此信息 媒体求证 吴秀多方工作人员 但却被对方挂断电话 陈玉琳则目前人在医院 不便回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